接下来我们要来看这一题 这一题 接下来这是单选题 那说已经知道了 这个a是2等0.8次方 那b等于log以π为底3的对数 那c等于log以2为底3.5分之π的对数 那这样子如果你说起来合成正确 其实就是要比较abc的大小 那这个看到这个呢 你要先看一下大概它大约是多少 大约是多少 比如说2的0.8 它应该是0.8应该是借在0跟1之间 所以它应该借在2的0次方和1次方之间 所以2的0次方就等于1嘛 2的0次方等于1 那2的1次方就是0.8接在0跟1之间 所以它借在这两个之间 可是这个就是2这就是1 所以它借在1跟2之间 所以这个a就借在1跟2之间 那它就是1点多 那就是1点多 所以这个a啊 其实大概等1点多 好 那b呢 好 b b 那个ππ为0的话π是3.14多吗 那这个是π 所以这是3 底下是π这是3 如果3 如果上面也是π的话 ππ为0 π的对数那就会等1 那这个3当然比1大了 所以这个3是借在1跟π之间 好 这个3是借在1 好 比较特别的1的话 1的话 1到正数的话这个对数一定是0 一定是0 好 好 所以这个1之间那它大概就是0点多啦 0点多 0跟1之间 那这是1跟2之间 好 那当然a就会大于b 那我们再来看c c呢是以2为0 那sine的多少 诶 sine我们知道它一定是借在正数1之间 好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角度是b 第二向线角 那第二向线角对sine是正的 不管 但是不管怎么样子 sine一定会小1 这个部分是小1等1 好 小1等1 那 其实它没有等1啦 可以说就是小1啦 就是小1 那所以这个小1的话 所以它就会小1 都可以2为0 对不对 可是1为帧数的话 我们说这个地方就是等于0 所以它会小于0 好 所以这个 它是小1 那1为帧数的话 这个值出来是0 所以这整个值就是小于0 所以是小于0的话 所以它是整个值 就是小于0 那小于0就是负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等于 负的 都会多分多长 那所以这很简单 这个最大的几率应该是A 再来是B 再来是4 好 所以我们答案就要选B A大和B大一起 我这先 好 我这找不到大家 好 所以A大和B大一起 所以我们答案就要选择 好 那我们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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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